大家下午好 我们继续开会 现在请陈梅雅 陈一眼咨询 时间15分钟 好 感谢主席 那么针对于我们今天公务部门的咨询 首先本期这边要先请教一下我们的公务局 我想 公务局 对我们这个民生 非常的重要 那么有几个问题特别重要 我想说跟局长这边来探讨一下 首先针对养工部分的业务 其实本期一直在 大会里面常常在推广 就是我们希望高雄市要广设公园 但是公园我们不要只有纯粹是绿地的功能 我们希望它能够兼具 让长辈可以去运动休闲健身 这些健身器材也希望你们能够增设 那么并且儿童游戏区的部分我们也希望你们在所有的地点 如果它的范围是可以的话希望你们也可以增设这个部分 那么至于比较大型一点的公园 当然如果能够把青少年运动场所纳进来 我想这个是能够比较符合公园它的使用的目的 那么局长这边本期之前在那个议员的提案单里面我提了几个案子 那么我觉得很欣慰是我这次看到你们的报告里面 你们有写到说你们现在有预计有的是准备要来兴建 那么有的可能已经快要完工了 那么我等一下请你简单的报告一下这几样 那么本期要求你们必须把这些功能性的设备纳进来的 有没有把它纳进来 第一个是我们古山的绿47这一块 还有我们骑津区公八这一块 第三个是我们的骑扇段128-19绿化景观的这三块的部分 那么我想就叫我们这个公园的绿美化做了以后 刚刚本期建议的那些部分你们一样会参纳进来吗 来你们的内容为何请简单说明一下 赵局长请答复 我们一直在讲说公园的大小跟我们邻近的住宅 跟我们的住民都有相关的关系 那当然我们的市民朋友都希望在公园里面做一些运动 那当然市民朋友进去我们公园的运动是非常的好 那有一些当然有一些体件设施 那这体件设施设置的多寡 可能大家要讨论一下 有时候公园比较小 要做太多体件设施不好 不要把说公园体件设施化不好 本期这边就先具体 刚刚本期有讲 针对高雄市所有的公园 请你们去做一个全体的检视 公园比较大的 他空间够的 甚至我们可以开闭给青少年运动的场所 那么甚至于长辈他们需要的一些体件的一些器材 还有儿童的游戏区 我希望说这三样功能依照公园的大小把它纳进来 那本期刚刚又具体的说 本期在议员提案单有特别建议到这几块 古山的绿四十七 齐金区的公八 齐善段一二八之十九的绿化景观绿地 这三块的部分你们现在具体的内容为何 你现在可以报告吗 你需要时间吗 这个我知道了我先讲 公八的部分 公八它的很大地 保存那个环保局的部分 就是缺了一块 另外这个部分我们要来办理 所以本期建议的那几个部分 你们现在会把它纳进来 对对 那个详细我还没办法签问吴处长共浅 好来请处长回答 谢谢 那个吴处长请担呼 简单预告 就是说那个公八 我们是采简易绿美化 当然陈宇有提到 地方如果有需要 就是两个部分一个体件设施 一个就是儿童邮聚 那简易绿美化的部分我们会在现场 如果说人群比较多的地方 因为那个是需求 需求考量 那我们会 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先采简易绿美化 因为简易绿美化就是先炒皮嘛 先炒皮让它上去 那等它上去 一次是还没有要做是不是 先炒皮 那把它纳进来 把它纳进来 本席刚刚所特别这三块 本席要求你们特别再去评估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让他这个公元力度发挥更大的功能 好不好处长 我要你一周内给我详细的这个报告 可以哦 好 谢谢请坐 那么那个公务局长 本席这边还有一个问题要就叫你一下 因为本席的辖区哦 你也知道 目前高雄市很多的大楼新建区域呢 很多坐落在农石榴跟美术馆 那么当然很多的在新建的过程当中 很多现有的大楼住户的权益 确实也受到了干扰跟影响 那么我想 公务局这边也接到很多民众的投诉 因此呢 我也叫你在这边哦 是不是能够再宣誓一下 就是我们呼吁 现在正在新建的有一些大楼 可能对周边大楼他们的安宁 还有噪音 还有空气污染等等 可能都受到了干扰 那么是不是应该要比照 什么样的一个回馈地方的机制 或是说最好的话 譬如说噪音时间 你施工时间不应该要到太晚嘛 对不对 甚至有的他们道路 他们在新建过程当中 那个道路可能很多他们都是 让民众在经过那个周边的时候 是非常的不安全的 好 正在这两个部分来您答复一下 正在施工中的 不管就是在大楼时 有关区别关心的就是我们照应跟空气污染的部分嘛 还有道路被占用 我们住在附近的又派通行 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强制来做一个管制 第一点就是说 你时间不可以 时间要太久 其实你说你在做地下 少年职边的时候 你说你要灭跟暖和时间 那也不见得 你要到一个区块 区块做好 你就要stop了 所以既然说得正对 第一点你照应的问题 你有我旁边的住户 你有我休息吗 第二 环境污染的问题 你随时都要洒水 这个我们会强制来管制 你们现在在附近那边巡逻的人手够吗 够 够好 那我要求你现在至少把那个美术馆农石榴 你们这边巡查的人员 还有你们现在 呃就是有在列馆中的这些新建中的大楼 他们的进度等等为何 我请你提供详细的资料 可以 好不好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跟这也有关哦 还有就是针对于道路的施工 其实我们一直在议会提倡说陆平专案 希望说高雄市的道路是能够平坦的 但是啊我们发现说这个 很多的这个施工单位他们在施工的时候 然后奇怪 为什么是在上下班的时候 还在施工 然后就变成很多的地方交通都大打街 所以局长这个部分你们有没有在做监控啊 得说要求他们施工的时间是要控制的 那我们现在在道路跑步的时候 都是在我们市区里面的监控路段 我如果是白天我来跑步的时候 一定要做交委嘛安全第一嘛 那我们做交委的时候当然会影响交通 当然会影响交通 那当然我们市民朋友 就会骂嘛 就会说啊是怎么不买晕暗四天啊 这晕暗四天就较方便 交通也较方便 那有时候我们路段在晚上施工的时候 住在邻间的住 那是怎么白天不买四天啊 晕暗 大家要休息了 阿哥晚上来施工 所以既然说完后切入到重点 其实我们正常 如果在这个路段要施工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提早或者是晚一点 晚一点 尽量不要在交通最兼通的时候 另外我们就是说 我们来说我们的道路跑步之后 我们一定要做养护 如果不做养护 可能到时候就会有一个 就会有个那个 以后车错就会比较危险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高雄市的道路很多 就是东一块西一块 其实不平 一关原有的私有单位 施工单位就是把他那些所在可能弄平 可是跟旁边的道路又是没有衔接的 所以看起来就是补丁 那这个对我们高雄市的适用来讲 是一个很很严重的问题 我希望你们针对这个部分 到底那个承办单位在 跟我这边做详细的一个报告跟说明一下 好不好给你时间整理一下资料 好谢谢请坐 那么接着本席这边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地震局长 地震局长 好要么请教你哦 针对于我们的平均地权基金 那其实本席之前在大会也有问过 平均平均地权基金应该他比较针对是我们在这个重画的周边去做建设 应该是这样吧 还是说 那我把问题问完 但是其实我们是平均地权基金呢 很也要担负另外一个责任好像就是把部分的金额交给市库让市库去做运用 那我想了解一下你可不可以简单告诉我们平均地权基金现在大约有多少的金额 黄局长请答复 就是重画区里面如果有银语的时候有一些正天公共设施建设嘛 那第三个顺位 对 才缴酷啊 所以顺序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对啊 所以刚刚本席就叫你就是说原则上这些平均地权基金应该要优先用在你重画的区域的这些建设嘛 对 对不对 但是我说你们但是目前也是有把部分的金额会缴到市库 那本席这边就请你告诉高雄市民说目前平均地权基金目前有多少 基金的部分 因为他主要就是 目前还剩多少 因为他大部分都是在土地上面啊 我们的这个土地的价值 基金基金 对啊 基金是包括两项一个是现金一个是土地 现金的部分 现金的部分 你土地没办法缴到市库啊 当然是现金的部分啊 所以请教你说现在现金你们还剩下多少 那你们缴到市库有缴了多少 来简单说明一下 嗯 今年我们是编了这个21亿 要缴到市库啊 那我们这个第一季的一个出售的一个金额是3亿多啊 往后还有3季 所以基金实际的一个数字的部分 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我们基金剩多少 你预计21亿要缴到市库 那目前有多少 目前还有多少 说现金的部分是不是 我们一直在探讨就是现金的部分 因为大概还有十几亿左右啦 因为详细的数字我还要再了解一下 你是说从以前 没有现金的部分啦 十几亿 当然我们一直都是在讨论只有现金的部分 你是说从 因为是累积的嘛 累积到目前为止 现金是十几亿 然后你们今年预计是要缴21亿回去 给市场市府去运用 这是要缴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你们现在 未来你们要标售的土地收入没有办法超过21亿 那你怎么 你怎么缴到市库呢 就不足啊 那怎么办 这不足的部分怎么办 我们当然 当然是希望说能够达到这个祸调 任意有不足怎么办 嗯 这个就要跟财政局去协商啊 因为如果是达不到那个金额的时候 那就要跟财政局 然后再往 那局长我也给你时间啦 好 我给你时间 你把这些相关的本席 希望你们能够去规划整理 我们想要了解一下 目前你们的这个基金的运用 那你就把详细资料提供给本席 我给你时间 好不好 好 还有你们截至目前为止 你们这些基金 去做了哪一些的建设 还有 你们转到这个 提供搅轨市库 那市库用这些金额 做了哪些建设 就你们所知道的 麻烦帮我整理一下 因为 这一根眼报告就说 呃 脚裤了以后怎么去应用 那个 恐怕就是到 市库里面去统筹应用的部分 嘿 那个部分恐怕就没有办法提供 好 那至于说 真天的公共自治的部分 可以提 这个也是我要你亲口讲出来的 就是要让高雄市民知道 原则上我们所谓的平均地权基金 原则上应该是要优先做重划区域的公共建设 但是我们目前很多的做法可能呢 公共建设重划区域内应该要优先做公共建设 也许还没有完全做好 但是因为市府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我们的平均地权基金 他也必须要缴库 像今年是缴 刚刚局长报告21亿缴回市库 但是市库如何运用这21亿 是不是用在重划区域的建设 不是 那用到哪边去 没有办法知道 那所以 我本席在这边只是想要了解说 到底我们如何充实 好 局长 我总咨询再来探讨这个问题没有关系 那你请你先把详细的资料提供给本席 我待会给你时间 我待会给你时间 再答复 那我还有个问题 我要那个就叫我们的都发局长 局长 有两个部分 我待会请你答复一下 目前高雄市的都市发展 我们发展的方向到底为何 请告诉我们一下 那你们发展的区域 到底是只有亚洲新湾区 还是说高雄市你们是把它 做怎么样的一个整体的规划 把大方向告诉高雄市民 第二个部分 针对本席之前在大会一直有在宣导说 希望高雄市 也能够配合中央的政策 我们未来高雄市能不能新建所谓的社会住宅 而你们目前提出的报告居然是只有在凤山租房子 然后提供55户 全高雄市只有55户 这是明显不足 未来新建社会住宅部分 请再给两个分钟 好感谢主席 所以局长针对于我们社会住宅 你们目前规划都是只有给中低收入户 那么我们住在高雄市的青年朋友 我们鼓励青年返商就业 我们鼓励青年在高雄市就能够有自己的房子 甚至能够比较便宜的价格能够来租房子 那么目前我们高雄市政府规划 你们的进度为何 来这个部分麻烦说明一下 那最后不好意思 那我也把问题问完 最后我也再请地震 青年请坐 那么最后呢地震局长我请你再提供我一份资料也是 关于我们美术馆 跟我们农十六有一个地方呢 其实未来的发展我们也非常的关心 就是所谓的农二一的部分 那么我也请地震局长呢 是不是也把你们详细的目前的规划 跟当地的这些居民讨论的结果为何 到时候也提供书面报告详细提供给本席 我把问题问完 那那个都发局长就请您就叫这两个部分 然后来说明一下 李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谢谢陈议员 那我想整个高雄未来的发展 在我们的目标里面大概会有几项重要的工作 那在浓缩来讲大概第一个就是推动整个 我们高雄市的这边的转型 那第二个就是比较市区这一块 那第二块大概就是在城乡的市性的均衡发展 所以我们不会只是偏重亚洲新湾区 而是把亚洲新湾区这一块 跟它这些临近的这些土地跟港湾的这一块 把它视为是一个推动城市转型的一个主要引擎之一 那所以在整个城市转翻转的这个计划里面 大概这个翻转是大概有产业方面的翻转跟升级 那有生活上有空间上有环境上 那所以亚洲新湾区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一块 那另外也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北高雄 就是我们的五清就男子那一大块 因为有五清官场这个议题 那后续大家很值得大家的期待 那再来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像 我们的铁路地下化轻轨这个东西 这个是算在一个城市的翻转的过程当中 都是一个很重要 所以这个整个铁路地下化之后 轻轨整个环状形成之后 它周遭的区域如何搭配这些重大的建设 去进行同步的翻转 那这是属于市区的部分 那另外还有就是在 跟议员报告一下 就是现在那个铁路地下化下地之后 地下化工程是由铁改局在进行 铁工局 那那个地上的原道的规划 综合规划 现在目前是由我们公务局在做那个设计 是 可是公务局因为这个是一个高昂市的大事情 所以公务局都会邀请相关的单位一起来探究 研商这里面的内容 那所以它 那谁知道它除了绿浪之外有没有 水浪我知道有 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 就是绿跟水的空间之外 再加一些其他我们可能 试地方情况去做一些特别的设计 这样 这个可能 是 是 对 那 这个 城乡发展这个事情还要继续再 说明还是直接跳到住宅 那你的过去 因为时间有限 那么我希望你把 很希望这个问题 未来高雄市的这样的 出发展 你的愿景 为何 就像是用书面移动 更新 那至于社会住宅 很简单 社会住宅 我简单跟议员这边说明一下 就是 事实上社会住宅 它是指租不卖的概念 那根据住宅法 它本来原意 它就是要照顾一些我们社会上就是弱势的 比较属于弱势的这些族群 那所以我们大概有做了一些调查跟分析 就是社会住宅 事实上就是考虑到高雄的房价 跟高雄的租金水准的话 那以租 就讲租的部分 我们租金水准大概 平均大概是四百多五百块左右 一瓶 我们有在规划 不见得不是只限于青年 就是我们是给 就是想要去指租的 然后它可能在市面上 它寻求自己去寻求租的住宅 它不容易 这个是目前 跟预言报告就是 这个是我们目前具体的 因为我们在市政报告 我们是比较负责 我们只把我们确定在做的事情先放上去 那同步来讲的话 我们也在跟这些其他的 闲置的国公营的房舍 在接洽当中 那这个需要很多的 可能我们还是跟他们洽商当中 所以就还不是太确定 所以我不敢拿出来 那同步我们也有 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好 好 没问题 好 谢谢陈议言 接下来我们请简幻中议言咨询 时间15分钟 好 谢谢主席 那公务部门的市府 欢迎大家午安 我今天大概有三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 就可能要请教公务局 就是有关于 零损的一个正义的调除办法 那我想 我的选区 古山区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急速的发展 那其实很多新建案 不断的在推动过程中 会造成零损 其实我比较不会去担心 就是在美术网特区 或拉巴特区里面 因为 背景他们零损的隔壁 也许是个大楼 他们会有管委会 他们有足够的能力 好 跟足够的一些 专业的背景 他们可以来 去做一些零损的处理 好 我现在要讲的是 未来铁路地下化之后 在内围地区的旧部落 好 我发现那边建案也开始 慢慢的在 一栋一栋的在盖 好 那这个是 好 在内围地区一个状况 就是一栋大楼 然后造成隔壁隔壁的那个 旧社区的一个零损 好 那这边可以看到 好 这个是50块的硬币 可以塞到这裂峰里面 好 接着 这是人家的厨房 好 因为整个新建案的兴起 然后造成整个 好 自己房子的均裂 那我想 人一生中 尤其是旧部落的那些在地住民 他们可能一辈子就买一次这样的房子 你旁边你如果家一大楼 其实他们的心态也是欢迎 他们会觉得 新大楼来可以刺激这边的房价 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 生活环境 好 可是 往往 他们却因为整个 好 不了解 万一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要怎么处理 好 而因此产生了一些纠纷 好 好 那这个其实是大概一个 我们新建大楼一个程序 就是 我们去申请建造 我们开工之后 我们勘验 然后我们才会拿到死照 其实很多 市民朋友不晓得 好 就是說 你在怎样的状况下 对于你自己本身的权利是 一个有利的位置 好 那我这边 好 我有调出我们目前整个 公务局 对于零损案件 一个调出一个办法 其实 在第四条 第四条那边其实有讲到 其实 的关键点就是 咱们说的 是不是善良或者说 屋顶开始灌漿之后 就是一个 一个 简单来讲 就是一个界限 你之前说的 可能 公务局这边可以来协助你 可是你之后讲的 也许说 可能会死不善利 那 不过我还是蛮感谢 公务局 的那个 养工处那一个 调节委员会 其实 即使善良之后 或灌漿之后 其实他们 都愿意来协助这些市民朋友 去处理那些争议 可是 这里有一些关键时间 我们一些市民朋友 他们就不晓得 好 那我要讲的是 我们高雄市 一个施工告示牌 好就是这样 这是目前 我 这一两天去 美术馆 去一个健安拍的 我们大概 我们的告示牌是这样子 好 这个是台北市的 台北市下面会注记 如果发生施工临损案件 受损户 去找谁 好 然后申请会堪 遗免全益受损 好 那我想其实在 做这个议题之前 就是 我也有去请教过我们一些 一些建筑业的一些大佬 其实 大概来讲他们是蛮正面去肯定说 希望去 建商负起社会责任 在 新建案新建的同时 可以 去做一些宣传 那不过 这宣传的过程中 可能要注意一下他们的一些 范围 毕竟 有些有社会责任的建商他们在新建案之前 他们会请 相关的祭司公会 去限定去做一些勘察 好 那有些是没有 所以说我想在这样的部分 是不是 公务局 站在保护我们市民朋友立场上面 是不是可以来 协助建商来宣导这样的一个零损的处理程序 然后避免一些纠纷的产生 这部分是不是请局长来做一下回应 做局长请打呼 谢谢主席 谢谢检议员 检议员很关心 我们 那个建设 就是零损处理的部分 相当关心 那至于要加强 如何来宣导 那这个我们一定要做 我们要呼吁说 在地的建商 或者是你外地来的建商 一定要负起这种社会的责任 所以我都怕市民说 头头的机会有在说 有几个要件 就是说 你签讀的两倍大 或是说你定会完成 或者是说 你其他的 成型的程序 其实目前实际的运作 你没有在这个 这个程序里面 其实如果到我们公务局建管出来 我们都会协助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 我们的八成不知道 头头的机会有在说 实际的运作 我们都会来协助 我是期待 是不是 公务局这边 就是跟目前一些 新建案的一些建商 是不是 可以多一些宣导 因为 这样子 才可以避免一些 误会的发生 那 其实说其实他们也很欢迎 就是 建商来这边 盖新大楼 可以刺激 当地的一个房价 或地价 其实他们也是欢迎的 啊 不过就是说 大家想要做好处 那其实 零损案是大家 所不乐见的 那 即使发生的零损案 其实 在我目前处理这几件来讲的话 其实也感谢公务局这边的协助 都 一切都还蛮顺畅的 那 建商也都 发挥起他们自己的社会责任 那我是比较期待 就是说 这部分包括我们告示牌的部分 可以 做一些改善 然后可以再做一些加强的宣导 我想我们 可能有几个面向来说啦 除了我们发布新闻稿之外 在 我们 那个 就是我们升级厨 我们做一个施工计划审查的时候 我们也会 但面告知 建商 这个部分 啊 刚才说的 这个告示牌 如果 能加强这个部分 我们也愿意来做 我们也会请建商来做 我是建议要加 因为其实 除了台北市之外 新北市他们其实 后面他们都会加这一段 嗯嗯嗯 就说你时间也有充足 对 而且都电话都附上去啦 这再拜托局长 这个我们可以做 好 谢谢局长 好 下个议题 就是针对 闲置土地的利用 那我想 这一块 齐青齐山段395 它有一笔帝号 它是 国安部军管处所管理的 在北上里 好 其实 去年的1月9号 我跟李乔胡委员 他有 管闭里面委员那边 我们进行第一次会看 那这次会要邀集的 中央国安部的相关单位 以及 我们第一班的相关单位 一起参加 好 第一次会看结束之后 我们第二次办理会看 是由 齁就是 第二次也是一样 请中央他们派人下来 齁也是拜托管理 那我跟乔林议员 一起办了第二次会看 齁 那 这两次的会看 紀錄结束之后 其实 就是 我就发现 这一提 我也会问民政局 齁 齁 其实在会看紀錄这边 其实有写到 大概 未来是要交给 齐庆区国总 去做一些管理 那 养库庆区这边 来协助做一些 进行简单的一些 绿美化的工程 齁 之后交给齐庆区国总 可是 经过了一年 齁 经过了一年 好 好 这是现状 齁 那个草已经很高了 而且 里面很恐怖 里面有蛇 齁 好 外面这些路是围墙 你们可以看到 那个草都 已经长得快比围墙高 好 好 那 针对这个部分的话 是不是我想请购物局 或雅公署这边回应一下 到底 这块土地 你们要怎么处理 因为跟当初的会看结认是 有差异 齁 就是说 我们原本是想说 交给你们已经办了两次会看 两个议员去办 我们都 到那边 而且 也请不防部员下来 齁 把土地 愿意给去公所去做管理 然后由雅公署这边做一些 简单的绿美化之后 就交给去公所 可是 是经过了一年之后 齁 草还是长这样子 黄境还是一样乱 好 这个部分 请公训这边做一下回应 看 问题出在哪 我现在下周的民政部 我也会问一下民政局 到底 你们两个当会问题出 因为 两个议员办了两次会看 结果还是这样子 好 请乌 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检议员 这当初的协议就是 我们协助令委员 然后交给区公所为管 那可能区公所那边 因为一些原因 所以 造成现在杂草也比较多 那基于市府 市府一致 因为登革乐也快要 疫情也快要到 所以我们 我们会跟他协助 会协助 会协助再来 进去跟他协议 我听你说就是 你有处理了 结果是公所的问题 我没有 我这个问题 我下周民政部门 我也会问一下区公所 问题在哪 因为我真的搞不懂 我也不想再办会看 因为我已经办两次了 那如果说你觉得 我们有去做好 然后区公所没有维护好 那我再来 在民政部门 我再问区公所 问题出在哪 好不好 所以 养公司是觉得 你们都有处理好 我们有简历绿美化 他有交给区公所 那 就像洋公署 我已经 要到我的答案了 好 请坐 好 下个议题 我想 针对我们 第二阶段的轻轨沿线的 旋制空间 可能要问一下 都发局局长 这个 在古山路旁边 金马兵馆 我想 这个是很多 当时 抽到金马奖的 阿兵哥 也许是美丽的回忆 也许是痛苦的回忆 你就是抽到金马奖 你就是要住在那边 当主纳 阿 然後去官榮 马头 然後官榮的保卫 我们台湾 然後去到金能 跟马左去当兵 好 好 这部分已经闲置在那边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好 那 未来 我们第二段的轻轨 会经过金马兵馆 好 那我也知道 都发局很积极的 在跟民间这边做一些接触 好 我也知道这个管理单位 除了 市府之外 那好像也有过了菜参数 好 我想了解一下 未来这个金马兵馆 它的 可能性 会发展成怎样 那已经 我们 有没有一些期待性 它可以 结合博尔或结合岩城 因为 尤其是岩城 因此现在 很多文创 都在岩城 然后最近流行的Maker 好 一堆Maker的平台 也都在岩城 好 所以 我所提到的金马兵馆 好 不晓得 对话局这边 你们有什么规划 那另外一个部分 在整个 那个 救灵港县的 岩县 往北走这边 铁路局 他留下了很多废弃的空污 好 这我都跑去拍 那 针对这些岩县的废弃的空污 我不晓得 都发局 有没有怎样的规划 好 是要跟铁路局去 做一些协调 然后做一些处理呢 还是说你们觉得 也许妨碍都市警官 你们要做一些清除 好我想 这部分的问题我想 请教一下都发局局长 李局长请当副 谢谢主席 谢谢检议员 我想金马宾馆 就成为议员所说 那它是未来二阶 二阶清轨要经过的 旁边的一块地 那这个建筑物 事实上它是全台 目前是唯一仅存的一栋 怎么说呢 因为以前金马宾馆 大概全台湾有两个地方 一个在基隆 一个在高雄 那基隆那个已经毁掉了 那剩下高雄这个 结构还良好 而且区位非常好 那前面就是未来二阶的清轨 后面就是寿山 而且又临近伯二 那上面还有寿山动物园等等 那我们是看到它闲置 大概是从101年 就是它原本是金马宾馆 后来就交给了台铁局 因为铁土地消化的铁改局 进驻 那这个铁工局 它101年离开就闲置到现在 那我们是觉得说很可惜 又是在未来的清轨二阶 又会经过的地方 那所以就开始去跟这些土地 跟建物的管理单位去接触 那所以包含有国防部的 然后有交通部 台铁局 然后还有国产署 那这个我们大概已经跟他们 谈了超过一年了 那但是因为这差不多 大家初步上已经有共识 就是未来采 跟市府合作的方式 然后我们去把它 去找到适合的新的团队 来进驻 使用这个旧的空间 让金马宾馆 可以找到它的第二村 那但是在那之前 我们也有一些初步的想法 希望说它能够成为 我们古山岩城这个地区的 另外一个文化的聚落 或者是文创聚落 或者是创客也好 或者是一些主题的旅馆 社会企业进驻的 种种可能性 那也因此我们在 大概去年今年 都有分别跟一些潜在的这些 适合的这些 经营者 然后跟他们办了座谈会 那了解说他们 带大家去那个地方 发挥他们想象力 那反应还蛮热烈的 那我们预计大概就是 可能下半年我们可以 如果顺利的话 我们大概会把这个案子 把它上网 然后去招到更好的那个团队 来经营这个 这个场域 这个空间 我也比较期待是说 有新的团队如果进驻之后 是不是 再有一些誘因 把一些我们一些年轻人 信留下来 好就像 现在金发局 打工局 教育局 花了很多资源 去做Maker 都留在延城区 那我也期待 金马宾馆 可以跟延城 跟博物那边 可以联起来 好是不是可以 作为另外一个 文算基地也好 或一个Maker的平台也好 那这部分请局长 这个想法我们跟议员是一致的 我们确实是有这个想法 要不然 因为我们不只是要让老房子 或是老的空间能够活化 我们更希望人能够进来 而且能够 留住在这边 跟这个地方一起生活 好谢谢 那另外针对 沿线铁路局 留下来那些废弃空屋 局长您觉得要怎么处理 这个我想沿线的部分 我再去了解看看 那我知道沿线有一些废弃的 舊的建物 那可能是 如果是属于台铁的话 我们会来再跟台铁协商 那市府大概有 之前曾经针对这件事情 好像我记得 因为我没有参与 我找了捷运局 还是公务局 区公所相关单位一起去看 那初步大概就是 如果是在捷运用地的部分 可能就是由捷运局 纳入轻轨二阶 一并来去做一个改造 整理 那之外 外面的部分 可能会 会请公务局这边来协助 就是看这种 闲置空地 还是什么东西 那不过我们 我们都愿意 市府会一体的来 针对这个部分来去想说 看该如何去迎接 轻轨二阶来源的时代 好谢谢 简一言 我们接下来由 吴亦正吴亦演咨询 时间15分钟 好谢谢主席 还有公务部门 同仁大家午安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午安 很高兴今天 来跟 就叫我们公务局长 我们的高雄厕非常有名 那 不要紧 小姐姐 这个已经 我想对我们高雄 对整个房子跟环境之间的一个融合 我们这几年 在大家努力之下 坦白讲 都不只跟国际潮流能够跟上 就是我们最最珍贵的是 我们找到高雄自己本身的气候 人民的居住习惯 然后做了一些调整 所以高雄厕的整个设计 我自己从第一代到第二代 每一次都有很多的突破 尤其第二代三米深的阳台 我想对一个建商 或者人民的旧屋改造 其实大家都感觉说幸福感 我有听到我们一个朋友 他自己改造三米深的阳台 因为新房子才有 旧房子他自己退缩 结果他说 有一次碰到我 他说吴宜远谢谢你 他说什么 我听自从说知道有三米深阳台 他刚好买一个旧房子 就把他改三米深的阳台 他现在跟 他们夫妻五十几岁了 小孩子长大 他说他们现在夫妻的生活 回到他们新婚的感觉 早上起来 就做早餐在家里自己吃 然后看着外面的风景 然后每天下午 我开始在想 朋友就打电话来说 他们今天要准备什么 要到他家来喝下午茶 可是因为有一个三米深的阳台 那大家都很愿意在一个户外 在家里有一个户外 那有小庭院 那我想这样 不是大家都有家庭 或是家庭室有回行 别中 让每一个住在大楼里面 他也可以有 旧的公寓 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品质 所以我们带领的不只是环境 的一个融合 最主要是 那种空间在城市里面 在家里 每一个如果有三米深的阳台 他等于说有 有一到两个花园一样 他不只可以工作 那也可以一个居家生活 生活品质的整个提升 那这个是大家分享 那而且别的县市也在做 不管是台南台中台北 也都来考察 来高雄考察 那我们现在之前有提到解放屋顶 有一本书屋顶记 那我看这个也差不多两三年了 那我们一直在了解这个屋顶 所以说上次我们说 有关针对我们的 尾件 屋顶尾件 这件事情 也研究了很多课题 那 新闻媒体有误解说 啊 屋顶尾件 部分居士 这样来解决 而不是就现有去尾件 然后也没有考虑他的安全 没有考虑他的防火 这个都不是这样 也跟大家 在这里跟所有市民澄清 我们是想让屋顶 怎么样去能够适当的空间可以利用 但是前提是 你必须把屋顶变用太阳冷或绿化 甚至我们提说 不然你也做一个艺术品 这艺术品人怎么认定很难标准 所以这个不只是一个建筑师的意见 我觉得这是市民大家普遍的意见 跟环境之间的意见 大家怎么去讨论 这个我们的屋顶 大家知道 跟女人 不能说 每个女人都欠一件衣服 不止女人 男人也是 每一个人都欠一件房间 我也不可能永远满足 但是有关屋顶 台湾的大概都是平顶 屋顶都是平的 那你为了防漏 防漏水 为了隔热 包括逃生 那可能就是说 大家有一部分的 都会用尾箭 变成尾箭 那事实上如果我们用 很多方式 很多种方式来讨论 看看这样怎么样 跟环境 跟人的习惯 会有一个整合 那下一位 那我们是 那我们是 我觉得高雄最精彩的是 我们都愿意对新的议题 去解决 不只是参考别人 要问自己 我们自己是缺什么 我们自己的环境是什么 那我是建议出一个实验建筑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不要动不动 就要中央的法规 綁死我们的想象 那我们当然是 中央法规的前提是什么 是背后的秩序是 第一个要跟自然和解 要跟人民的生活 空间和解 中央法规有它的道理 如果它没有道理 或者是过旧 我们也暂时动不了它 也许可以请立法委員修改 那我们自己一个程式 就可以做一个实验 那这个实验的结果 大家跟全国再来分享也可以 所以说我们希望针对我们高雄住宅的需要 我们提出一个建筑的办法 不只是各种实验的办法 屋顶只是其中一部分 屋顶只是其中一部分 说不是这样而已 我说的 之前跟局长有研究说 公共设施保留地 或是这个土地等的 已经要规定要重划 比如说农二一 你上到内政部 可能有要走三年 底三年 等可能再十年 那土地就放在那边也不能用 那如果让它一些实验的 临时性的可以使用 让各种新的idea 那种创意的住宅 可以在那边实验 实验也可能三年五年 一定要听到 因为都市计划料 或重划料 它一定要得执行 所以说让这个短时间的土地 也可以使用 不然有些公共设施保留地 学校用地 这放三十年也放在那裡 也不能去 也不能用 那我说我们自己来公布 我们自己决定 我们自己的条件 来提出一个前进的办法 不是解套 我们要往前走 那我会建议说 我们高雄 比如以屋顶来讲 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屋顶省委员会 有建筑师 有景观师 有结构技师 有艺术家 有人民 民众 他的普遍价值观 政府的相关部门主管 你可以提出屋顶 你跟我说 你要補格 你有什么创意 太阳能 或是屋顶 或你认为有解决方案 你有什么实验的那种想象 不妨碍别人 不妨碍 而且是安全的 又能够防水防漏 又能隔热 又能够减少雨水浸流 你跟我想说 你有什么idea 你讲出来 让大家来评定 这个同意的话 就让大家试试看 可以跑一下吗 那个YouTube干嘛 可不会跑 如果不能跑 就跑下一夜 我想很多屋顶 那种都可以在 很多种想象 都可以在我们的屋顶去实践 不只是住在那里很快乐 从鸟看图 我们看我们下面的 整个城市的整个 你看到整个都市景观 也会比较漂亮 而且是隔热 而且是环保 而且整个绿化 减少雨水 这一间这种专业名词 在隔永一间都很普遍的共识 现在怎么是落实 怎么去执行 怎么去突破法规 来做这些工作 这种想象可以实践 奖励也好 或者是其他方式 像有些隔热或防漏 如果照样的 上面的处定 在台湾就是算容积 上面有处定 你才算容积 这样才会容积 这样也算违建 那个空间让它这样使用 是要害到人 跟环境更好 那我们的法规是在跟人民作对吗 很多我们的中央的法规 或者是法规 我感觉说 这样的形式有什么不好 我在想没有 那这个议题 等一下请局长答复 那第二个 因为我们的时间 因为我先说 第二个铁路地下话 我想最近在谈这个自行车道 我想我们都是在推动自行车 在这个城市 而且最近我们气候变先小组 跟公务局 还有都发局 建管 还有交通局 环保局 还有高雄市在推动小号车 很多的NGO 我们组了一个 也不是什么协会 就是我们有一个 一起来研商 怎么样让高雄成为 真正的自行车城市 因为我们这几年的努力的建构 有人如果批评 我觉得我们都是接受 因为要从零到自行车 是很难 所以说任何人的批评 其实我们都很高兴 表示你有关心 那别人的批评 我们把它划除 怎么去改革 都没关系 那我们有更多的期许 很多的细节 事实上要成为一个 转换成一个 以人为本的 不太简单 但是我们掌握每个机会 比如说 我们在铁路地下话店馆 15公里 现在有个串联 本来只是段落 本来没有那么宽 现在变那么宽 本来一边变成单边双向 变成2米5 至少2米5 本来没有串联 现在也串联了 连火车站这么大也串联 那我们希望 这个串联 除了整条路的串联以外 它跟博爱路 跟中山路 跟整个横切面的串联的 那个连接点 可能要麻烦公务局 再跟铁路局 在施工处这个部分 再把那个细节再做好 让它使用性更方便 那第二个 铁路地下化的每个车站 因为它变成铁路捷运化 车站会变大树站 正义站 会加很多站的 铁路地下化也变某些功能是捷运化 那我们希望很快 第一个在那个车站里面 希望它设公共脚踏车的一个设置站 每一个站 第二个 要有单车的运间 换衣服的房间 可以在这边实践 这个我们的绿建筑自治条例都已经有了 因为它不是大面积 如果从一个超过五千万的 它当然超过 每个站体就不一定超过 可能我们没有要求 那这一个典型 公务局或督发局 也是跟在实践这个 在督社还督省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把它放进去 那第三个 可能就要协调台铁通行列车 在每一个车厢 设置所谓自行的停车处 你减一倍 还是减两倍座位 少一点座位 那个也可以放行李 也可以放脚踏车 因为它在3月1号里面规定 要求只能放 220 200公分 那一般脚踏车 现在大台退去 再把练子拨起来 也要超过260 那像我们高通捷运 你看我们也是比较友善 小车没含时间 大车 上下班一两个小时 不能其他都可以 甚至我们要协调台铁 大车就会冷起来 客户没人会散发 再踩下车 能够更加能够友善 这是第二个题目 第三个 也是公务局的航空处 很多新旧公园 我希望能够保留 一个公共脚踏车设置的预定站 我们曾经去会看 有一个地方 他差一点点 差50公分 倒楼没人设公共脚踏车 其实只要50公分 其实也没有把绿化破坏 只是会压到公园的范围 演绎 照整个柠檬 我不知道照什么柠檬 整个柠檬是不是 大家来讨论一下 就是说让这个 为了公共脚踏车 甚至说放在公园的范围 也可以 一部分吃到公园的环境 因为一部分的绿带 现在一小部分而已 可是让整个设施 整个系统能够更完整 那这个部分 也请局长可以答复 第四个也是一样 还是这个也是公务局 跟独发局有关的 我们主席 他们的大楼 在新光路那里 把地下室 本来是俱乐部 取消一半 变成计车停车位 然后要求大楼的市周围 骑楼 不要停机车 而且很便宜的 租给大楼的住户 一张也十块还是 我不知道 本来他们法规 没有这样规定 可是他们这样做 牺牲他们的地下室 可以让整个大楼的景观 也得给到税 那所以说我们在建筑的法规 我们怎么去 在新的或旧的 怎么去奖励 新的怎么去要求 我怎么去计算 大楼本身 必须要吸纳自己的 所谓停车场 机车的停车位 那如果你有这样做 四周围 我们可以要求 就把机车 就不用停在 所谓的七楼 跟所谓人行道 让整个都市景观 可以更好 可以让人行 更方便 机车也有好的停车位 这些都是在在 都怎么样 从很多细节 让我们的整个环境 会更好 以上四点 请局长跟两位局长 先请公务局 赵局长答复 谢谢 赵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吴宜言 我先从高雄错来说 其实我在这一次的业务报告上 我有提出一个高雄长照 工程的行动计划 再就短期的部分 在105年到107年 我有提出两个 一个是高雄市潜明化的建筑环境 自治条例 另外一个就提到刚才 宜安所供的高雄错的3.0计划 毕竟我们从高雄错1.0 在104年的8月 我们到高雄错2.0的境界计划 现在又进步到高雄错的2.5 那高雄错2.5也在讲 拓天屋前跟屋后露台 还有老人住宅 差不多要给我们说 大楼就是三米警官阳台 跟通用的设计 那近3.0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说 3.0是要如何来再精进 早上级完复合一个灵感 就是从屋顶 用一个艺术景观的屋顶 我觉得这还是不错的 不要一直在强调说 我的屋顶是要太阳冷 或者是二分之一的绿化 其实在缠着一些整个艺术的部分 我是觉得这更进阶 这个我表示认同 另外级完在讲的自行车道的部分 我如果在讲说我们整个一直在 自行车道的系统跟系统之间的串联 另外我们整个系统里面的在精进 其实我们这个是并进 当然有一些网友 有跟我们耳朵有跟我们贱的 当然在自行车道 既有的自行车道的部分 在维护管理当然跟我们贱的 当然我们要来检讨 我们要来改进 这个我们都会做得到 而且我们的养工处 也特别成立一个 自行车道的特别審查小组 就是说我们的董人 就是说你每天都会骑自行车道 看我们的自行车道有哪些缺失 马上登陆在我们的资讯系统的网站里面 所以我们马上可以来做一个维护的管理 另外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再来增加 我们的自行车道的长度 当然是配合整个政策 包括我们铁路 那个铁路沿道这个部分 那我们这个铁路沿道 十七十五点三七公里的部分 我们是前线 前线 我们有施设人型步道 我们有施设自行车道 当然我们有说过 你要自行车道 堵到你的通勤站 一定要陷 这个部分 另外基安还在说 我们要设置一些 就是那个休息站 这个其实如果是在 我们现在是规划的阶段也规划的差不多了 在detail的部分 那我们会来做一个 我们会来办理这个部分 以上 那我们要先再说 让我们去设计 那应该要求 那应该要求 进行 Photo 进行车道 那应该要求 那么說 就是 Mitzon 那应该要求 那么要求 跟他们要求 提供一汽車為最底線 那這個最主要是考量到我們可能這個城市 或是台灣的情境 就是你如果好像 就是大家可能但是一戶都有一部機車以上 所以我們就是做到最起碼的要求 就是一戶至少要提供一個機車位 那至於其他的商辦大樓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是原則上是依照那個 公務局那個他們那邊有一個 就是建造的預審的小組的那個原則 那他是用120平方公尺至少提供一部機車位 那另外可能有些案件 他還要必須經過交通影響評估交平的案件 那在交平委員會那邊也有一些審議的要求 那就是希望說能夠達到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提供的數量 避免那個所謂的這種停車的需求的衝擊 遺到那個基地之外 那我想這也是議員關心的一部分 那但是我們有時候也會考量到 他的假設是基地的條件 假設他開挖或者說提供的那個機車位 你已經變成要採取一種不適當的工法的話 那我們另外一個轉換的原則就是 你可以用一部機車的位來換兩部的腳踏車的停車位 我想這個是大概一些轉換的原則 目的就是讓交通的衝擊 開發的交通衝擊不要外溢 另外來講就是鼓勵大家用綠色的交通運距 包括說捷運 包括說鐵路或者是公車以及自行車 請給兩分鐘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用結果論 就是說我怎麼去改善 我想我們提的辦法 就針對我們自己的問題我們去解決 那原來就是說 比如說商辦這個東西 我就用面積算不精準 你要用到底這個有多少停車位 其實都很容易預估 因為我們這個機車文化在我們高雄台灣太久了 很好的 那一方面 剛才你講的 我覺得不應該機車跟腳踏車去轉換 它本身並沒有替代率 替代效果 那是我們假設的 機車該應該給它多少 它就應該要多少停車位 腳踏車鼓勵 你應該要設腳踏車停車位 你應該腳踏車停車位 它不一定要所謂產生 不會因為有停車位而產生行為的改變 這是我的想法 當然大家可以再來研究了 那就是結果論 結果就是 我怎麼讓這個路外能夠吸納這些所謂的 本來會溢出來的 你本來大樓要使用的 你就必須要把它吸納進來 甚至於說 如果沒有 那繳納錢 讓政府或者獎勵負欠的人 他願意蓋停車場 路外停車場 那個才是解決之道 那個才是可能的解決之道 當然你要更左派說 反正我都不會有的地方 就是白鴨 停車位 都不會讓你 今天不要載車 我想在台灣的文化 很難這樣做到 我怎麼一方面疏導 就是說 一方面你自己要滿足 要自己滿足 你不能 我獎勵 政府 或者是 民間 他願意來附近 我可以調查 需要多少停車位 我可以獎勵給他 或政府自己來蓋 那就是要滿足 就是讓人行道 還給人行 行人 不要再在那裡 人行道裡面還有停車 不然你現在 你不讓他解決 不讓他 我現在來強力執行 說這個機車不能停 人行道不能停七樓 當然很進步的觀念很好啊 可是馬上都衝突 沒得起嘛 所以你要改變一個生活習慣 你必須要有一些 solution 有路讓他走 那我講的是這個 謝謝吳亦甄議員 我們就是這樣子 不給車位 就是說 我們的 接口 不見停車場 然後 我們就一昧的要 要去 取締這些機車 或者是汽車 違規 我覺得是本末倒置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該有停車 現在很多的 過去我們的 都市計畫 都有那種 停車的 停車場 可是都不該 放在那裡 漲草 然後再來取締 我覺得這樣不好啦 接下來 我們由劉德嶺議員 質詢 時間15分鐘 我們 我們會議主席 我們 曾議員 我們在場的 所有的 今天的一個 各局處的首長 以及 我們議員 先生女士 以及高雄市 關心市民 我們關心 剛市的市政的市民 大家午安大家好 首先 針對的 主席 我在這邊講 針對的我 待會詢問的時候 我們既問既答 被點到名的局處 可以先 直接站起 我們首先請問 都發局局長 局長 現在看到這個部分 是93期的 重畫的一個 區域圖 這個區域來講的話 93期在今年 我看到我們的 總預算裡面 已經編入 開發的 主體的經費 這個經費 應該是7億多 那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的 這個區域 這個93期的 重畫的 整個區塊 我們現在的進度 又到哪裡了 跟議員報告 這個重畫進度 那個是地震局 的業務 那我這邊可以跟 議員報告就是 這個都是計畫的 地震局的業務沒有錯 你現在來講的話 你現在確定是核定了嗎 都市計畫已經 在今年的1月 發布實施了 實施 等於說 現在這個地震局 就直接可以進場 就是地震局 現在正在辦理 重畫的那個作業 所以細節進度 這個可能要請地震局 這邊來回復議員 那我再想請教一下 針對的這個明 這個明德班 明德班的這個區塊 我們現在的進度 又到哪裡了 無限通信的 就是從機率移轉 跟軍方在談 容積力移轉的這部分 容積力移轉 談掉了嗎 這個已經都是在這個計畫裡面 已經 在另外一個 文化局會弄 現在文化局在進行 現在文化局跟 跟我們都發這個都發局 兩 這個兩局之間 那現在來講的話 文化局現在講說 都發局在 跟軍方兩個在協調 協調的結論現在是怎麼樣 這個跟議員說明一下 因為那個案子 就是要重劃完成之後 那我們才可以把這邊的容積 再移到那個 另外一個接收基地去 那等於說是明德班 未來 是在我們重劃完了之後 再計算容積 然後再做移轉嗎 對這個計算的方式 都已經跟軍方都去談定了 但是只是說要等到 重劃完成之後 再把那個量再移過去 然後再受理開發這樣子 那等於說重劃這個時辰 也這個之後才能夠包含了 明德班的這個部分 明德班現在就是會維持 他現在這個樣子 不會受到影響 他現在是以國定古蹟的角度 來去進行這個維護管理 對現在國這也定定為古蹟公園 對不對 這未來對於整個的未來的 二次世界大戰的一些 一些史字都在這裡面的呈現 所以說我們在 在身為一個地方上面的民意代表 希望這個騎乘能夠快 那你現在來講的話 等到容積移轉 要等到開闢完成之後 才有容積移轉的計算 那這個時辰就拉得很長了 這個明德不會受到影響 但是只是說那個容積要 要重劃完成 那現在所受到影響就是說 現在土地是這個國王部的 那我們市政府想做一些 挹注一些建設的一些經費 可是在這上面來講的話 市政府的立場就是說 這個土地還是人家的 所以說在上面的一些建設 呈現不出來 所以說這部分是我們 著急的原因的所在 那市政府講的也沒有錯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時程能夠快 好不好 你請坐 地政局局長 局長 剛剛都市計劃 這個我們李局長所講的 在這上面來講 我們今年編的預算 現在正實施到什麼程度 下五十四則 謝謝主席 謝謝劉議員 這個九十三期的部分 我知道 劉議員非常關心 那我們在都市計劃 公佈以後 我們就進行這個 換委的一個勘定 那在4月11号就把这个重划计划书报到内政部去 那现在内政部还没有审 不过我这两天我已经打电话给我们的那个市长 拜托他提前把这个案子提到会中 就有开会的时候提到会中去预先跟我们审 审定完了以后 我们接下来就是重划的一个后续的一个作业 你预定差不多多久的时程 我们这个重划的这个预定的时间都会比较晚一点到 到这个整个工程结束跟重划的一个分配结果结束的话 大概是在108年左右 不过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启动了 所以往前大概可以提早到半年到一年的一个时间 也就是今年今年度应该就会 下来以后这个重划计划书会核定下来以后 我们接下来就是后续的一个作业 包括跟一眼报告的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工程的部分 我们现在都已经准备这个一些花包的一个 就委托设计的一个文件我们都准备要花包了 就事先就把这个要委托设计的这部分 先进行这个预备的一个作业 等到下来以后我们这边就可以来进行 我现在讲这个部分这里是我们这一次的基地的范围以外 等于说是这一条叫做瑞光街的整条 那这一条是瑞兴路 我先打这里 现在这个这个结果 现在这个结果整个都是属于我们这一次的重划的范围当中 那这边这一条有一条这个瑞光街 这边是接我们瑞兴路 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瑞光街已经开辟了一半 那这一半当时 这个现在就是说新工处 现在讲说现在已经纳入了重划的一个范围里面 这一点我想说局长你是否了解这一段 我知道 这个瑞光街有一部分是在我们重划区里面没有错 那这部分来讲的话 在之前的都市计划里面 本身它就是都市计划道路的一条的一个规划 是没错计划道路 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在两年前 你请坐 我们新工处处长 新工处处长 这两年前我们就已经会刊 当时新工处告诉我们说 这边这一条等到这边的眷村 这边的眷村的拆这个拆除完毕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先行开辟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整整这个开辟的工程的预算差不多六百多万 那所以说我们期盼的把这里的这个 这个眷村改建的老旧的房屋已经拆除了 那我们现在瑞光街这一条 又要包裹在我们重化 那重化的期程这上面来讲的话 这中间又落差一段时间 这个部分你这个新工处处长 你们本身新工处就应该要 要是重化的 他不一定要纳到这里面 来把这个时程拉长 你的想法只是 把这个轻易多的一个经费 涵盖在这里面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你现在看到 现在这个瑞光街 我们现在这个街锅里面 如果说是重化 把这里 我们还未重化之前 把这里先开辟 也不需要征收 也不需要什么 就是工程的一个开辟的一个经费下来 这个部分 一拉下来之后 将来我们一旦 这个重化启动的时候 我们瑞星路也是一半 到了这个眷村这一段 他只有一段 这一段是15米的 等于说整个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动线 会更流畅 那你现在以前的连外道路 或者一些道路都是从眷村里面 插到海光 海光里的这些巷道里面 那现在来讲的话 你这一条 现在整个都是围里给他围起来 那你瑞光街是很重要的一条道路 来延伸我们当现在的国泰 海光里的国泰新城里面 还有海光里面的旧有的住户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旧有的住户 都需要这个瑞光街 因为现在眷村改建 他已然把所有的围里 全部都围在这一个区块里面 那现在来讲的话 交通实在不是很便利 所以说这个处长在这上面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做一个主体的脱钩 把它直接就先行来做开辟 以后未来我们整个重划之后 动工的时候 这边就可以畅通 这边我们瑞新路变成15米 我们只要这个地震局 只要把这一条路往后延伸 延后这一条就呈现15米 这个样子对于整个的基地范围里面 他不会受到重划 而影响我们的整个交通的动线 跟整个市民的一个 行的权利跟便利的一个提升 这个部分是不是处长在最短的时间 把它解决掉 那个黄处长请答案 谢谢刘一言 那因为这个我是初接触 我后来才接的 那刚刚了解是 可能是军方第三户 他拆除耽误了一些时间 那不过呢 今年呢是 当初会看就是说军方的地上务 我们不需要在市政府再花钱了 让他们赶快拆除 拆除完了之后 我们新工处马上来 来做这一段 我们工程经费600多万 这样子对于整个经费的融缩 会有帮助 所以说本席当时 又一直在痴痴的 地方上一直在痴痴的 等这个老旧眷村的房舍拆除掉 那你现在已经拆除了 拆除 现在又给本席讲说 这已经纳入了重化的范围里面 重化跟这个是两回事啊 这个本身就是都市计划道路啊 那你本身就应该要先 先行开辟的 那你将来要用 这个重化的 这个经费 我也没有意见 可是现行就应该要先处理 未来你们这个经费 怎么样做 做一个转移跟挪动 这是你们应该内部去 把人民的一个便利 跟行的权利 跟交通的一个提升 这才是重要的 是不是处长 第三个 跟议员报告 那个因为新公署今年是没有这一条道路的预算 那刚刚那个地震局也说 其实他重化是已经启动了 那要是等我预算编好了 是明年 其实他已经早就发包了 如果说处长你是这个样子来答复本席 我们请那个黄局长 地震局黄局长来答复你这个问题 还有局长 这我谢谢刘一言的关心 这瑞光街的部分 我知道刘一言非常希望赶快来打通 那我们重化只要核定计划一核定下来的话 这一个部分我们就列为最优先最优先来处理 现在我知道这部分已经纳入你们重化 这个其成到底是什么时候 现在地方上面本身对于这个交通的一个不便利感 就已经产生很大的一个这个阻碍了嘛 那我现在就说你这个本身就是都市计划道路 就是应该要开辟的 干嘛要跟这个一定要跟你们重化来做一个连结呢 因为他是在重化区里面 重化区里面 所以重化区的这个 如果说会后两你们这个局处做一个协商 是不是在这个经费上面做一个先行做一个这个开辟 然后另外怎么样在最后的一个结算当中 把他纳入 达到我们的一个期许的目标啊 这个留言大概担心我们重化的进度会比较慢 这样好了 这个我跟一眼报告 等一下就是会后的时候 我们再跟信公处这边来协商看看 我的目的是就是要尽数好不好 不要说跟你们一直挂钩在那边 那个是不对的 这个局长请坐 处长 我再请教一下 我们现在的黄埔路啊 五十五项 在这五十五项里面 看到这个箭头 我们看这里 看到这个箭头五十五项 只有从这里 从我们黄埔路进去 它是一个没有五尾像 从这里进去 这边现在这边有一栋大楼已经完成了 那这边一个文化院也是完成了 所以说所有的这里的接锅 所有的住户 就靠这一条五十五项在进出 那这五十五项只能进 而不能出 那另外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的困难 五十五项现在面临的是 污水在现在在建设 所以说污水只要 我们的这个污水一再失作的时候 这里是很难通行的 所以说在两年以前 103年的6月26号 我们就先行的一个会刊 在新宫处所列案 那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这边这一块 这个门口有两 有两栋这个民宅 那这边几乎所有的道路的这个持有者都是市政府的 只有只有这边 这有两个地主 这两个地主 其中有一个地主 他以之一山再而三的 只有人表达就是说 他要容积力与一转 容积力与一转 可是他现在容积力与一转 他并没有 并没有一个土地跟一个基地范围 所以说一直卡在这 那如果说把这个部分去除掉 我们把这个前面这两栋 如果说能够做一个征收 马上把它打通 就解决了这边所有 住户的这个行的权利 让这里的住户 遭受到如果说是火灾 或者其他的 我们只要讲的是不好听的 其他的一个外在的因素 而导致这边 整个的发生了其他的一个重大意外 这个不是我们乐意看到的 其实但如果说 把这里的容积力与一转 做一个处理 把这里开辟 我们新工处来核算 只要一千多万 就能够包含工程费 一千多万就能够解决 那这部分是我们地方 最迫切的一个需求 在这上面来讲 处长 这上面希望 请给两分钟 谢谢 什么时候能够完成 什么时候让我们这个 这一段能够做到 可是我看到新工处啊 你103年6月26号 你所去会刊的 我现在发觉高雄市市政府 会而不绝啊 你们会刊好像就丢到这个 抽屉里面或者垃圾桶里面 到现在两年多 你们并没有再做一个动作啊 你们把地方的陈情跟会刊 跟民意代表的一个建请案 当做什么 处长你了解吗 地方的一个急迫 处长 地址的那个 那个医院的部分 我们可以事先跟他沟通 你本来就应该要事先沟通 本来就应该要做的嘛 你还说可以 你放了两年多不做 你到现在才做 处长你到任多久了 一年两个月 一年两个月 我跟你讲 现在一年两个月 对你的主体的业务更应该要熟悉啊 不是让你穿着官服在这边做到 问到你的事情你也不知道 这一部分我现在手上的资料是 他大概需要3900万 那农季移转的部分是大概600万 那以现行的这个预算 是可能要到106年度才有办法检讨 你整个月算都在胡说八道嘛 你再回去仔细算一算看 要多少钱 一千多万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你一讲到三千多万 他是用105年的公告地价去可算的 我跟你讲 主长 我念自在之啊 我希望你好好见 好 是 不是在你安官服务在这边 是实际上要做事 要严谤 好 谢谢刘议员 接下来我们请陈信怡议员 咨询时间15分钟 谢谢主席 甄丽燕议员 谢谢阿高 还有我们的这个公务部门 所有的官员 还有人的提名朋友 大家好 我想要报告 民意代表总是 也要有自己的问题的成绩 当然 特别是在参加的期間 大家都有需要开支票 大家都也需要兑现政见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自己做的 或者是我们共同协力的 或者是帮助别人的 以至于你未来要兑现政见的时候 如果也有其他人一起来协助的话 推动这个是整个市政府的 跟推动城市的进步 我觉得大家要彼此纪念 如果民意代表呢 都只能够做挂在我末的这种动作 我觉得有一天也会被唾弃 最近我在基层其实也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 当然我们就要再做一次的澄清 并且要去说明 每一个政治人物 他们在争取的时候都有本 并且呢也有白纸跟黑纸 那我们也不希望说 我们这个区选出来 唯一的立委 就拼命地在割我们自己议员的到位 我们不希望是如此 我们希望呢 立委站在一个比较高的格局的时候 是要协助议员去推动合理合法公益的 一些相关的政见 也请大家要彼此的纪念 曾经一起合作过的 这些的民意代表 不要只有这种态度 所以我今天也要跟所有的市民讲 也要给一些努力的 曾经在这件事情上 帮助的民意代表要给予肯定 而不是把光环只挂在某一些 真的只会各到位的人身上 当然我们纪念他们愿意来帮助 我要还原一下绍康森林公园 当初推动的一个过程 在民国99年的时候呢 沈天府里长曾经呢 也去邀请了其他国民党的议员来协助 希望可以由市政府编列60万 当初是54亿 对不起不是60万 是54亿的这个架构台塘的土地 要新建森林公园 但是呢市政府不可能用花了54亿的人民的预算 去买一块台塘的土地 再去编列预算盖公园嘛 所以当然在这种财政困窘的情况之下 我跟你讲市长根本不可能去同意这样子的一个提案 所以这件事情一直延宕到2012年 也就是101年的时候 一直到这个时候 我们想起了一个做法 当时的这个小港区的里长主席 还是沈天府里长 也来跟本席陈勤 他拿了38位里长的连署书 跟本席来讨论 希望可以来说服市长 用一个可行的方案 让市长愿意同意 并且可以帮人民省钱的方式 推动绍康森林公园的新建 我也谢谢我们跟几位 我以前的老长官们 讨论了可行的方案 又是可以帮人民省钱 又可以争取到森林公园的方案 也就是跟市政府合作联合开发 联合来新建 市政府不需要花到一毛钱 可以帮市民争取到 超过10公顷的绿地森林公园 以至于这样我们说了 我们也找了这个建议书 并且约谈了市长 而且呢几位里长 并且由沈天府里长主席 由本席来邀约 情况之下 我们就跟市长报告了 市长也很同意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是替人民省钱 又可以帮人民争取绿地了 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 市长同意来推动 但是呢他也希望 可以结合一些立法委员 说服台糖来同意这样执行 所以当初我们也请求了 林代化立委来帮助我们 说服了台糖 所以这是一个地方 跟中央一个合作 很好的一个案例 并且当初包括我们的主席 小燕子也就是我们的阿哥 他也是帮忙协助同意推动的这个议员之一 我们不希望说在这件事情 虽然我是主提案人 也是主推动者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议员都是在支持帮助的 不要被某一些议员觉得 我就是要独占其身 那如果真的要独占其身 那我应该是第一个独占其身的 但是我希望这是一个共同推动的 把荣耀也归给大家 但是这个荣耀当然是我的上帝的 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 跟市民做说明跟报告 在2012年市长同意之后 2014年就是隔两年的7月 在这两年当中我们说服了台糖 因为要要求他要割出10公顷的地 23公顷的总面积要割出10公顷的地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当中当然有其他的民意代表反对啊 并且也希望市政府还是要拿钱出来 编列预算买土地啊 当然我们这几位议员都很辛苦 知道这件事情根本是不可行 并且市长已经同意 接受我们的方案 就是不用钱 主席 不用钱 不用用到我们市民的钱 还可以帮市民投到东方 这样是不是相对方向 但是我认为其他的民意代表 当然他有他的看法 他用的10公顷可能不够 但是在有限的裁员之下 我们向市民争取了最高的利益 也就是从23公顷里面 已经挂10公顷的地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尽最大的努力 因为不管任何都市设计的比例 跟这个开发的同化的过程 都有一定的法定比例的 不是说我们民意代表可以做黑道 说我这地要挂给我 就是挂多少给我 我相信每个民意代表都是依法有据的 所以在2014年终于两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台糖董事会终于同意了 同意让23公顷的绍康 也就是G12的这块土地 挂10公顷出来给我们 我想这时候应该所有 我们整体修工的民意代表台湾都要打破了 因为这是不用花一个钱 跟我们还要再花60亿 去编列预算买土地 这是两码之事 我们也认为这件事情可以来公投 然后第二个 在2015年的时候 我们也开始要求 幸宇在每一次的咨询当中也要求 我绍康营区应该要融入海绵生态的一个观念 设计概念 当然台糖有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这边也要恳求 也请求 公务局 特别是都发局 也来协助台糖 在设计规划的时候 务必要融入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让高雄市的这个印象 特别是在前城小港区 我们好不容易有产生一个 这个都市制费出来的时候 我们不要 不要再让前城小港再络于说 我们是工业区这种的印象 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环境 环境重生 环境生态永续的一个区 不要再让我们觉得我们是工业区 我们的伯父就觉得我们那种勒工 我们都是勒工族群 我们勒工族群的下来到都长大了啦 大家都有受很好的教育 并且都有很好的社会地位跟位分呢 所以我不要再定位劳工城市的劳工区域 就把劳工当作是一个很低阶的一个代表象征 并不是的 所以我今天也再次报告 通过了20 在我们刚刚谈到的是2015年的4月本席 在这个也是这个意思听我们就要求了 要融入海绵生态城市 我们知道在2015年的时候 我们还做一件事情 这个过程为什么要拖那么冗长 包括华山路200巷这个路太窄 需要拓宽的情况 我跟甄丽院员我们两个就是极力在主张 这个道路要赶快拓宽 为什么每一个路前面全部都是由 没有 所以这里从四米路四米巷太狭窄的情况之下 也延大了这个重划 跟送内政部送市政府都委会的这些进度 但是人民的利益是最优先的 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是最优先 以至于我们愿意让市政府去做各种的折冲 也同意了市政府也同意了这个状况 所以才会有延宁的一些时间 这些都是我们在努力的人 我们没有一一的说出来的 并不是说割大尾之后这么简单 这个东西就是我清楚的 这两个简单的道理 但这种话大家当然都会讲 我们也希望大家有有品有本 并且要好好的把这些过程跟大家说明清楚 并且纪念在一切这事上 这件事上有帮助的朋友 并不是只能够贪 单单靠一位来推动而已 当然我们也谢谢我们的赖委员 在3月8号的时候 他可以很积极的来协助推动这件事情 也跟台糖要求 现在我也想要跟 做一个更更进一步的一个追踪 当然这个赖委员有提到一个很贴心的做法 也就是多开辟 要求台糖开辟5公顷的这个检疫的 绿化面积或者是一个检疫的空间 先让这个附近的5个里的里民 可以先来散步啦 先来做休憩的使用 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 也是当初我想这个公务局长 当初是在担任养工处处长的任内的时候 就在推动这个案子 我也曾经跟您要求过 也就是在这个综合园区里面 我们要新建一个综合的福利服务中心 也就是将未来的小港区公所 以及小港区的都心移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想要知道现在目前这个规划的进度 有没有可能可以跟这个森林公园要推动的这个时刻 可以一起来动 当然不可否认五月租 这是总统以及新内阁交接上任的这个时刻 势必也会影响到台糖董事会的相关的运作 还有接下来绍康云区森林公园新建的旗城 所以我们期待 我们也请局长可以来说明一下 这个部分是高雄市要出钱要花钱 来新建的综合福利服务中心 提供不管在三线或者是在大坪嶺地区 或者是在这个高雄地区 这所有企业力联合使用的一个地点 所以我们请局长待会来答复这件事情 也请你先汇整一下相关的资讯 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待会给我答复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提出这样子的设计规划期程 还有未来可能的新建期程 因为这也是市长在这个议事厅当中所承诺答复的事情 第二个部分限于积极的要求 也就是刚刚我说过的 这个森林公园以及海绵城市的永续的生态 请杜巴局跟公务局务必一定要协助台糖 请他也就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提出一个真的很有特色的一个森林公园出来 第三个部分 我们应该要在动工之前 就要有暂时性的一些开放 跟多的这个休憩空间 事实上都在我们每一次 都在信誉每一次的这个质询当中 有这样子的要求 所以我们一会再推动的任何事情 我们谢谢立委来帮忙 但是求立委也纪念一下这些推动者 他们在前面的开拓跟开创 虽然我们知道在99年 国民党籍的议员虽然没有推动成功 但是他们也在推动 我们也一样要这样子的纪念他们 这是第一个 那待会我们请局长再来回答 因为我的时间有限 那我把这个我们修杠 其实有大家共同的一个痛 也就是德楼 可能其他的道路没有像我们小港的前镇的道路 有这么的这么的有感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的重型车辆确实是太多了 而且呢这个港区的货柜相关的货运的车辆 也一直都在市区里面啪啪走 以至于我们交通我们那些柏油道路 都的损耗率 其实是都比其他的区还要高 未来我也请养工处 给我一些相关这样子的道路 就是说耗损的比例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耗损的比例 整个区来讲 你们可以去做出一个这样的分析 我们现在思维一些新的一个看法 因为有很多人一直认为 那是不是我们市政府都在我们前镇小港的路 都破坏了 投资减料 还是说做比较差 特别说再选去我们这区做比较差 我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曾请 我想市政府会投注在前镇小港道路的这个用心 应该是会比其他的区多 只不过我们这边的耗损率 真的是比其他的区高 因为我们这么大车在高 还有一条柏油路抛起的时候 那个夯实度我们怎么给他们 夯实的时间 不管那柏油高多 那才是他的这个这个材料 这个比例 这个怎么讲 我这个比例我去问过 也就是这个 例料的大小 就是这个材料的比例 这个其实都要有时间 就算这个材料就好 就算他的道路厚厚厚厚厚厚 你也要有一个夯实的时间 那不过可能我们的市民 还是说我们的书用的习惯 不要不单他两三天给搭 不要不单他两三天给压食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真的要跟市政府来请求 如果这个是未来 可以让我们的道路更开用 他的实用席线也可以拉长的 这件事情是我们必要做的 可能也会被市民骂的 我们真的要请市政府 请局长也请处长来承担这件事情 不然我们的道路 怎么做都做得到 你养工厨培育本命 然后呢也浪费公帑 市民也不认为说市政府真的做得很好 有没有那条 有没有一条道路 让我们能够可以觉得说 他的使用的这个期限 可以延到半年或是一年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但是因为全省小港区 特别是真的太特殊了 这跟其他的道路使用起来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局长跟处长一定要 可能要让你们伤透脑筋一下 看看有没有办法使用更好的一些材料 或者是提升他的道路的这个品质 这个是新北市 北市这是台北市的公务局 他们的一个铺面的一个这个照片 这你们可以去演绎 来我们看到桃园有一个新的 他是用3比8 8分之3的这个系列料 听说啦 这个只是我们希望你们可以用你们的专业去 这也是我们查到的一些相关的资料 我也要去查这个铺面的资料 我们花了好多时间 实在没有办法去查到很多专业的讨论 再给2分钟 谢谢 谢谢主席 所以以至于我们建议 那个局长跟处长 可能你们要想一些脑筋 看不然要让我们这个 整顶小港的路会更用的 或是要放水年 这个是我讲的非常不够专业的建议 但是我们只是说 路还要用 不要常常补补坑坑坑坑坑洞洞 其实说实在的 我们66个议员 每一个议员每天 申请你们一次去看道路 就会把所有的公务人员 真的超翻了 所以呢 前任小港有这么多 会破破洞洞的路 我想都是对你们 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我们自己也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把这个头痛还是交给你们 让专业来决定这一切的事情 让那个道路的品质跟使用的年限都可以拉长 当然我们也请公务局可以提出一些很具体的办法 可以让这个使用的年限可以拉长 这个真的是要把头痛的问题交给你们 未来也没有可能可以来说明一下 或者是来讨论一下 办一个讨论会 如果我们的路可以用更多 第三个部分 我跟养工处来讨论 是4月29号 我们曾经到文小九去厂刊 看了一个生态池 那文小九这块地是高校的地 可能现在是没有去厂刊 所以你们现在 应该要求来做一些检疫的设施 检疫的公园绿地 但我们觉得这样子的空间 还有当初生态池这一块 检疫公园规划的时候 这籍也开下去了 那生态池的养成其实也非常的不容易 如果呢我建议我们从文小九的生态池 来看整个高雄市的生态池 绿地或是湿地 如果单单只是用 因为会有登革热之余 又把它填品了 我想喔 这个可能会引起非常大的这个 環保抗争 環境保护的一些的抗争 果不其然 4月29号 今天都两分钟 有跟大会报告过 所以不好意思 对我新处长 可不可以再提醒一下 未来如果 现在其实 有那个巨星 而一代 未来的新建点 去台湾的新建点 要一起来规划 把它绑到在里面 不要新建的放弃 要不然这边 那太阳 就这样都会形成 所以第一个 很好 照居长 请搭呼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我先为邵康 邵康言区先说 我们邵康这个重化区 其实我们有编定为 10公顷的公园用地 如果核定之后 那当然都是都市计划 编定为10公顷的公园用地 其实我也跟那个 那个李局长 还有黄局长也讨论过 我们是希望是说 这10公顷的公园立地 赶快来先行开辟 只要核定之后 我们就来做规划设计施工 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在 107年 来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使用 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先行动工 让我们市民朋友先行享受 要做就做得比较快 那至于 既然在说 在公园里面来做一个 联合的礼活动中心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整个高雄 整个高雄这个区块 整个开辟完的公园 有差不多653处 那我们的礼 也有将近到900里 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说 在公园里面要做旅活动中心也好 或者是什么多工人 活动中心 基本上我们是反对 基本上我们是建议不要 如果这样下去 到时候 阿公的小工地区 这样 阿公的地区 这样 可怜会没完没了 所以我 其实我真正的想法是说 在我们都市计划 编定为什么用地 我们就用什么用地来使用 譬如说你机关用地 你就来盖什么活动中心 如果是说 你编定为公园用地 你就来作为公园立地使用 或者是你在做一个保存区 那你让你做一个庙椅的使用 我的意见是这样子 另外 我刚才说的 就是我们 小港区 就大业北路 沿海路 或者是我们灰 就是中山市路的部分 就是坦白讲 路面是不怎么好 所以我们也只在讲说 超载超速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 柯仁紀元那时候 很关心过 在我们的扩建路 从我们的新生路往西 到我们的五十五河买头 又包括我们新生路 从我们扩建路走到我们的站顶橋 这是一个工程 另外一个工程就是金湖路 金湖路由我们的那个 中山路以西 到我们去那里有一个 要既定那个橋 另外 正在私座的南新路 那南新路第一期也OK了 第二期还在私座当中 其实这些我们都是利用 转如十三行的方式来做 你看我们扩建路 正做到正 应该是 如果记忆没有错的话 差不多三年有了 从三年 所有的超载超速操纵最严重的地方 他们说就是早期在扩建路 就是扩建路要回到新生路的地方 只要你AC铺新的AC 不要说半年了 说不定三个月了 就产生车策 那经过我们这次的试验路段之后 目前是非常的良好 它没有产生车策 只是路面有一些 就是 那种是比较黑 那我们的路 咬过慢慢的就是 稍微变成灰白色的 你看我们的金服路 现在状况也不错 你看我们的南新路 的第一期工程状况更好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 我们一直跟养工处在研绎这个东西 是说 不管是沿海路 包括人家在说的大业北路 中山市路等等 我们都希望利用 这种方式来施作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金银有比较贵的 所以我们上次也跟那个 中刚的子公司有一家 中联的部分 我们也跟他 跟他在合作 他也愿意出了一百多万 在这些严重的路段 来做一个横断面跟重断面 还有部分路基底 他的基础上的 航市的程度 其实这个我们整个都一直 在做一个基本资料 那我们也希望说 港务公司 港务公司现在跟我们的 合作的也不错 就是说 在这港区的路面 有一些比较严重的 那我们就会跟港务公司 来投这些经费 来補助人说 不然这条路段 很严重 不然这条路段 请港务公司来做一个承担 另外 纪元来说文小九的部分 其实文小九 我在规划设计之前 我去驚拐 他们说 早期是教育局的全政国小 在做一个维护管理 那要叫全政国小 来做一个维护管理 来承担这个责任 我是觉得很沉重 所以上次市长在议会 也特别指示 维护管理 有养工处来承担 那当然养工处马上立即来接受 可是在那边 所以在讲生态词 我坦白讲 我是不以为意 其实 其实生态词失利 跟整个 只是名字好听 所以 但是在整个生态词的定位上 我是觉得有差 有点落差 所以 不是 但是 当初我记得是 教育局 教育局 那当初他怎么 怎么设计 我是那时候接手之后 去看了 我才知道 所以整个状况 坦白讲 是不好 所以在整个规划设计当中 我们 也联合就是 附近的住民 齁 大家来演绎说 咦 我们要怎么做得好 把这个文小九 你可以在那边运动 包括你要做停车场 对不起 我们不同意 包括你的 什么自来水设施的 烫 要放在那边 对不起 我们不同意 我们就是说 把这个 学校的用地 转换为公园之后 确实在公园使用 所以说 整体是这样子 在归纳 纳入很多人的意见之后 才要把这个生态 转换为 其他绿地的形式 来做一个处理 并不是说 我们今天看生态词 生态词不能填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可能 在现场 跟以前的历史的言格 有一些出入 可能大家会不知道 所以在这边 特别一个澄清 以上 这个地方 要把这个 不论 我们不论 可以 对 没有错 然后 也要除灭 这个 可以一直在演讲 跟他还找到 对 因为刚刚刚学长讲的 他其实是半道路 看得多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高公园 之前高公园才能做过 大业北部 公园跟电台 那几次要做 其实也必须 在那个 我們如果一些基本資料也可以提給陳議員 好,謝謝陳議員 那向大會報告 休息10分鐘